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它手上的现金其实是有增加的从原本的40个million增长到了65个million 但是这家公司的现金流并非在非常安全的水平 因为它的carn ratio只有0.93也就少过1 是属于有一点紧的状态它的现金 而且它的短期债务也从669个million增加到了1000个million那么多 短期债务的增加由于它买了更加多的库存 你可以看到它的inventory就从586个million增加到了984个million 它的应收账款也是水涨船高的 从287个million在2020年12月31号的时候 增加到了现在的6月30号2021年的822个million 当然它的应收账款是它出售更加多的Sinovac的那个vaccinate 还有更加多的库存就在Sinovac那个疫苗上面 所以理应来说还是属于合理的 但是手上的现金其实不够的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65million的现金 但是它的borrowing也就是它的短期borrowing是达到了1000个million 所以呢下一个季度呢这就考验发卖哪个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能否更加快速的把它的库存卖出去 还有呢它的应收账款是否能够准时的收到钱 如果不然的话呢 它就要借更加多的borrowing付更加高的利息 或者呢最差的状况就是跟股东要钱 或者是做私下配股的状况 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在短期的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发卖哪个还是会跟银行借贷 接下来呢我们就以2020年第二个季度 跟2021年第二个季度来做一个比较 截至6月30号2020年呢 它的财务状况还有表现 还有一些现金流表呢 是比2021年的6月30号 这一个第二个季度来的比较好的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2021年6月30号的时候呢 它的库存增加是由于呢 在2021年6月30号呢 它的COVID-19也就是Sinovac的这个疫苗呢 库存大量的增加 增加了大约4.5亿个令吉 截至2021年6月30号呢 应付账款也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它的Track Receiver是比较高的 主要原因呢 是由于它的客户就销售COVID-19疫苗 也就是Sinovac 还有购买的药物呢 预付的款项所支的 分别是3亿令吉为Sinovac的疫苗 还有9000万令吉是白血病病患的一些药物 然而它的Manufacturing的部门呢 也就是它的制造部门的Profit Before Tax呢 在6月30号2021年呢 是达到了2400万令吉 跟对比2020年呢 是大幅度的增加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源自于Sinovac 也就是科兴COVID-19的疫苗的 罐装还有成品的制造 以及呢 引进进口一些科兴的疫苗所支 而且随着疫苗的生产业务 还有需求呢 是不断的在扩大呢 它的整个Manufacturing的部门呢 长期的来说呢 发展还是乐观的 Farma那个这家公司呢 截至2021年6月30号呢 它的Borrowing借款呢 增加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购买了更加多的COVID-19的疫苗 主要是Sinovac这个疫苗 从收集到的时间呢 跟客户的那个还款的时间呢 也是比较长 让它的Borrowing呢 更加的多 借款更加的多 而且呢 让整个现金流表呢 看起来是比较不健康的 除此之外呢 Farma那个呢 也受到了卫生部的委托 去处理还有运送更加多的疫苗 就比如说 Azac 阿斯利康的COVID-19疫苗啊 Corvax的疫苗啊 还有其他外国政府捐赠的疫苗 Farma那个呢 都是会安排这些运输 还有品装的那个 整个过程的 截至2021年6月30号 第二个季度呢 Farma那个的集团呢 是取得了大约12亿令吉的营收 相对比2020年的6.46亿呢 其实是大幅要升了82个巴仙 这主要是由于呢 所有细分市场啊 特许经营 非特许经营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需求增加 所导致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呢 卫生部给予他们销售 Sinovac COVID-19的疫苗呢 也让他们的营收呢 大幅的上增 随着收入的增加呢 Farma那个的Ebitda呢 也从原本的3000万令吉 要升到了3900万令吉 大约是增幅了28% 在回顾首六个月的财政期间呢 Farma那个呢 是取得更加高的营业额 在2021年呢 他的六个月上半年的营业额呢 就达到了大约20亿令吉 而去年对比的话呢 只有15亿令吉 是增加了34.5%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一些特许经营业务的强劲需求 还有卫生部给予他们 COVID-19 Sinovac的销售疫苗 让他们的营业额呢 大幅的上涨 同样的呢 Farma那个的集团呢 也获得了更加高的EBITDA 获得了大约8400万令吉的EBITDA 对比去年2020年呢 是增长了5.1% Farma那个呢 也是有表示哦 在他们的logistic部分呢 也就是物流 还有分销呢 在这一个季度里面呢 是取得比较低的 Profit Before Tax的 只有3300万令吉 然而在2020年的同期呢 是取得了3700万令吉的 最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前期呢 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呼吸机还有个人防护设备 也就是PPE的需求激增 由于那时候的 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 然而现在PPE的需求呢 在这个时期呢 已经比较正常化了 然而它的 Manufacturing的部门呢 也就是它的制造部门的 PPT呢 也就是Profit Before Tax呢 为2400万令吉 比去年2020年呢 是大幅的增加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 COVID-19的疫苗呢 是由它生产还有进口的 而且那一方面的需求呢 还是非常的大的 再加上前景还是乐观的 但是Famaniaga呢 还是会继续优化它的 营运的效率 还有呢 提供更加多的疫苗供应 给予市场 然而呢 在6月30号2021年呢 印尼的分布呢 在财政年期间呢 还是取得了30万令吉的赤字 也就是亏损30万令吉 但是跟去年2020年相比的2million呢 已经是有大幅度的凯散了 这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库存优化的工作 还有积极的方法 还有通过专门和特定的工作组呢 收集把财务上的成本呢 降低 让印尼分布这一边呢 亏损降低了许多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Famaniaga这家公司的前景会如何 展望未来呢 鉴于Famaniaga有能力持续生产 填充还有完成Sinovac COVID-19的疫苗呢 他们是处于着战略的地位 而且有能力呢 供应给联邦政府 州政府 还有一些私营部门 提供足够的疫苗 Famaniaga Life Science Syndrome 和旗下的集团的高科技工厂呢 最近也获得了国家药物监管局的批准 生产冠装和完成Sinovac疫苗的 每瓶两剂 从2021年8月开始 每月100万到400万剂 印度尼西亚呢 是拥有3亿的人孔 尽管竞争激烈 但仍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 给予Famaniaga这家公司 Famaniaga呢 会专注于改善 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体业务 以通过扩大其分销覆盖的范围 还有强大的作为 确保可以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但是它的产品还在研发中哦 随着国家在COVID-19的病例 持续回升的情况向前推进呢 Famaniaga还是处于有力的地位 可以继续支持他们在各个医疗保健领域的能力 还有些设施来管理和保护马来西亚的人民 尽管COVID-19的疫苗生产活动的增加呢 但是呢 Famaniaga这家集团呢 还是自力研发扩大它的产品 通过研发还有执行他们的动态战略 来扩大集团的私营部门的影响力 尤其是消费者预计未来几个季度 除了COVID-19的疫苗的需求之外呢 我相信Famaniaga在接下来的战略呢 最主要还是疫苗那一类啦 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医疗保健部门呢 竞争其实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的激烈的 作为结尾呢 我希望大家告诉我 觉得6月30号2021年 Famaniaga这家公司的业绩是否非常好呢 现金流是否健康呢 你觉得适合买入吗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9毛多钱 你个人认为是时候买入的价格吗 是否吸引你的投资目光吗 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分享和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 谢谢大家